我们编导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然后把您这个弹电子琴的视频发给了先生 先生说您这个65岁年纪有一点点大 这种状态一般的60多岁的估计跟不上他的节奏 您能跟上他的节奏吗 节奏跟上了 这个节奏不是电子琴的节奏 说的是他生活节奏 比如说一徒步就要三五十公里 然后要去爬珠峰大本营 跟得上我的没有病 您欣赏这位先生的阳光积极和他的活力 我特别支持 但是如果您觉得和您兴趣爱好相同 你们很匹配 我是持不同观点的 我相信大部分观众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 您和他不是一种类型的人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相亲找对象 就是要在一个适配度当中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男女嘉宾相亲 真的可以多和我们节目咨询咨询 多找我们的这些心理专家 心理老师们聊一聊 到底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我要遇到一个人 我怎么去跟他聊 这些方面我们其实都要有个清晰的认知 才更有益于我们将来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疑问和困惑的话 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电话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您的这个 第二个关键词说要珍惜眼前人 这个是怎么讲的 原先嘛 我不对前夫嘛就是 他好像就不珍惜这种感情似的 他不珍惜您 对 你们婚姻持续了多久 持续大概 已经维持十年嘛 那人吧还比较干净 就是从来都是从脚到上面 里面摻衣啥都全是摆的了 一天一起 性格怎么样 有点暴躁 他的性格 因为他与他那个小时成长环境有关 他那个小时八个月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然后给那个舅妈带大的 请放松他的 他找回家 他就是没说从小就养成了性格了 就是环境造成了 一开始吧我都接受不了 他结婚时候啊 他也是总走 一开始接受不了 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你不能天天上班 你不能总跟着他呀 晚上回来很晚就是 一般都是十点多了 有时十二点多 有时是工作下来 有时就不是工作 他不是属于一个他车队的队长 一来二七晚就跟着啥 就有了别人了 对 他告诉你的 没有是他那个同事跟我说的 然后你提出了离婚吗 后来他提出来的 他说因为后来他那个 不整搞运输吗 有时完了搞的小买卖啥的 就是别人欠他的钱 反正他欠人别人的钱 就是还不了 他也是为了我们吧 反正有追赖的 然后就是怕牵连我们 就离婚了 离了等于 他也就不管你和孩子了 基本不管 他也不给生亡费 就像我一样 我ЕТ